要趕快來請教專家了 資深分析師雷老闆早安 早安 觀眾朋友早安 因為雷老闆是自營部出身的 所以非常在意的是短線的績效 前一波有幫大家掌握到 營建類股的U型走勢 但是今天也要來好好的聚焦在 有一些股票漲多修正過後 出現了日KDD檔的黃金交叉 是不是已經到了比較好的介入甜蜜點呢 目前看到日KDD檔黃金交叉的個股有誰 有漸通的漲停 元泰 利基電 還有在偉影 偉創集團的偉影今天除息 目前已經漲30塊了 正在邁向填席之路 慢慢的在墊高 其次包含了元大金 聯電 資產股的中石化 營建的黃昌 還有重電的大雅 目前為止都有符合日KDD檔黃金交叉的條件 至於在今天強談的齊鴻 其實日KDD也快速的修正 醞釀黃金交叉 請雷老闆幫我們好好地來看一下 因為目前齊鴻季線附近 紫色這條季線出現了止跌之後 其他的散熱股當中 今天誰被帶動的呢 齊鴻現在漲7% 其他的散熱股當中 有劍測 有實權 漸通的漲停 這有被點名說 他應該是基期最低 而股價又便宜 36塊5 所以他的表現是最強最猛的 那隨著齊鴻的回溫 你覺得散熱 散熱現在 如果上週五有抄底低階的投資人 今天續報還安心嗎 這邊的話呢 我們可以首先來看一下 比如說齊鴻好了 就如你剛剛所說的 我們看到他現在在季線附近 但是呢 同樣的同族群的領頭 如果你是本來舊的人 你在這一邊 你如果想要考慮加碼的話 我會建議在季線這一邊 可以先站穩個兩三天 我們再來看一下 為什麼會這麼說呢 因為目前來講的話 你的對手 你的賣壓 還有外資跟投信 對 我們看到外資跟投信 在啟用這一邊 它大概都還是有 連續三天以上的賣壓存在的 那我覺得季線這一邊 如果有本土的資方 要進來跟外資 做一個成見的買盤的話 我覺得這裡大概會需要 兩到三天的時間 來做一個小話 好的確喔 因為大家也不要看說 我站一天 手機線就是已經正式轉牆了 雷老闆這邊倒是看的 還先說站穩三天再說 齊紅雙紅都是 除此之外 目前剛剛有提到賣單調節的 是在貨櫃三雄 長榮陽明萬海 但是早上看到的好消息 都是居多的 像什麼貨櫃啦 缺櫃啦 甚至SCFI的運價 出現了連九漲 那為什麼波動幅度又開始出來呢 就是這個歐洲縣的 期貨運價指數主力合約 早盤創高之後急殺 那也我們來看最新的報價 這個是上海期交所的最新報價 目前是跌6% 所以也影響到了貨櫃三雄 目前的走勢 因為說 如果這個禮拜SCFI運價 能夠連10漲嗎 這個大家先打一個問號 已經連續九州上漲了 還能夠連10漲嗎 早上才買船票的投資人 我們的多方防守點 到底該怎麼設立呢 你怎麼看 我們可以觀察一下 像上一波同樣同族群的陽明 他在出關那一天的時候 他是一次就跌破了五日線跟十日線 但是他在月線的附近 然後隔天的時候 打到月線之後 他就直接站回了十日線 那我認為這一波呢 陽明其實也可以這樣子觀察 就是說這裡如果今天有守穩十日線的話 我覺得短線上 如果你是看好運價長期趨勢 還是繼續漲的 那我認為今天這個運價的集結 只是讓市場上因為過高的情緒 讓人家找一個理由 來做一個短線的下車點 所以呢 我反而會覺得說 如果今天他有站穩 十日跟五日線的話 我覺得手上有貨櫃的人 他或許可以多觀察個一兩天 那另外呢 我們可以來看一下 像講到那個海運的話 我們可以再來看一下航空 對 那航空這邊的話呢 這一波其實上個禮拜 華航他有開了一個法說 那他的法說裡面 他有特別提到說 這一波其實他們的運價 是來自於跨境電商 對 就是現在很多的東西 都是因為各國那個東西 是必須馬上一兩天之內就到了 所以呢 會啟用空運 因為現在做海運已經來不及了 那我們再看一下 還有一個很大部分是觀光回來 所以七八月航空他的觀光會非常的好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說 現在華航的股價 他其實打了一個WD 我在這邊認為說 如果你覺得海運太高 或者是高檔震盪 你想要暫時避開 我覺得航空這一邊 他有機會去挑戰前波高點 25塊的附近 而且我們從籌碼來看的話 外資最近是連續三天的賣潮的 好 這個是長榮行跟華航 看起來目前極艦的部分 會往空運來做前進 那剛剛雷老闆也有提到了 2609的陽明必須要在這邊 守穩5日或10日均線 才可以看看是不是只是隔日充的賣壓 那目前看到了2603的長榮 長榮這個如果短線上面要站穩 5日10日的話 今天就要留很長的下影線 那雷老闆你要怎麼看長榮 也是跟陽明同樣的條件嗎 好 如果我們看長榮的話 我們可以看一下 他前面其實有一個跳空缺口 其實已經不遠了 大概在195塊錢的那個位置 那我認為如果你現在手上沒有的人 你如果從這裡你想進場 你有兩個地方剛好可以讓你防守 一個是這一個區間的低點 也就是大概在5月13號 這一根K棒的紅K低點 他大概這一波這一個月的 買的主力成本大概都在這裡 那如果你想守遠一點的話 你最多只能守到跳空缺口 也就是195塊錢的附近 我認為如果短線上你想介入的話 那目前從存碼來看的話 其實外資跟投信並沒有出現 連續賣造的狀況 都是在上個禮拜才剛轉賣而已 好 這個是長榮 因為最近有一個多方的缺口位置 突然一點點來到21922 有一點美中不足 所以目前我們來看領頭的指標當中 還是領頭揚的 像是在台積電 鴻海 富邦金 齊鴻跟廣達 至於在上個禮拜有提到的 營建股原本是多檔漲停之後 今天的營建股也出現了漲跌互建 三發地產 國建 愛三菱做出了修正 市場原本有一部分的資金轉向了傳產族群 但是這種動盪比較大的營建類股 有的是創高 有的是逼近前高 雷老闆這一波其實不斷的提醒大家 跟大家喊話說 營建類股渴望走出一個U型走勢 最近真的都見到了 甚至有的還創新高 像是南港就創新高 創高才進行修正的 你要怎麼看營建股的後市表現 因為在這個禮拜四 央行的李監市會議 除了要公布利率決策之外 市場比較擔心的就是會有 房市的新措施出爐 所以現在法人就推估了四個劇本 什麼叫四個劇本呢 那請導播幫我們秀一下 現在央行目前他可能會做出哪一些動作 第一個當然就是可能會調降 第二戶的這個房貸陳述 或者是下調豪宅的貸款門檻 設限這個青年房貸 避免人頭戶的問題 或者是第四點也有可能說 全國不分區都設立第二戶的現代 這是禮拜四開會 可能會做出來的決定 但是很多的銀建股今天率先的做拉回 那可否是有機會先蹲再攻呢 好 那我們先從剛剛的新聞面來看的話 其實我認為影響最大應該就是 第二戶的房貸陳述 還有第二戶的現代 對 但我們從過去來看的話 其實全部的打房政策 在短期來講的話 都只能比較影響到氣氛 因為長期來看 我們從房價來看 其實對於房價的打壓 似乎是沒有什麼幫助 那我們再回過到基本面來看 其實就算現在禮拜四 他開了這個打房的政策好了 但是這幾年賣出去的預售屋 是未來幾年 這些銀建公司關鍵的營收 對 那基本上像遠雄 像南港 像新復發 這種之前提過的大公司 他們手上的建案推出之後 賣得都非常好 所以未來的兩三年 你很難看到他們的營收 大幅的下降 所以現在就算是打房的營收 短線上 打房的政策 短線上也只是影響到氣氛而已 你認為 我認為 未來三年的營收 是很難被影響的 那我們剛好提到 2101的南港的話 所以這邊我們來看一下 南港它短線創高之後 拉回回到了月線附近 但我想要跟觀眾朋友提醒一下 是最近揮打它的資料中心 有傳出要在南港落腳 那在未來這個地方 不管是交通的樞紐 還是說百貨公司的進駐 還有一級商辦的進駐 我覺得短線上 如果南港回到這個地方 回到月線修正 大家是可以觀察一下的 那像剛我提到的 像新復發還有遠雄這種 遠雄上次我提到說 它如果過高的話 在100元光卡附近會有一個震盪 所以我認為回到時日線 附近90塊錢去測一下錢高 這個整理也是非常漂亮的 那我們可以來看一下說 當它回到90塊這裡的時候 其實外資跟投信都有進來繼續買 所以在籌碼方 其實遠雄的外資跟投信 是在我們這邊的 那我上個禮拜有提到一檔 是2542的新復發 那新復發呢 大家來看 它其實已經連續 123456根的紅K了 那我覺得短線上 它要休息的話 大概觀眾朋友如果有興趣 大概可以看五日線附近 因為五日線附近的話 它大概會去測前一波 收盤實體的高點 也就是我幫大家看一下 5月6號的時候 那時候的高點大概 實際收盤價在48.15 那它目前就是回來 剛好測這個地方 那當它回來測這個地方的時候呢 在上個禮拜的時候 外資跟投信都是連續進來 連買4天的 所以我覺得現在如果你想要進場的話 可以看一下五日線新復發 好這個是蕾老闆告訴大家了 目前籌碼還沒有鬆動的 營建股指標了 謝謝蕾老闆